另一部分看到民進黨總統簽選賴清德 他近來緊盯藍白整合的進度 也有捉對絲殺的心理準備 為了展現黨內的團結氣勢 傳出賴清德在考慮邀請各派系的要角 要來進入他的競選團隊擔任要職 甚至黨內還有人建議 賴清德可以找總統蔡英文 來擔任全國競選總部的榮譽主委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來當競總主委 上次一來不僅可以平衡派系 也有助於拉台起勢 忍不住自我調侃 逗得台下民眾大笑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到台南宣傳自己的新書 但大炮個性依舊沒變 披桃園沒能力留住台積電 蘇貞昌火力全開 這其實真的很適合用在選舉的助選上 現在選戰進入新一輪 泰式來賣合進來成為焦點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已經做好一對一周對廝殺的心理準備 黨內有人建議拉清德可以邀請總統蔡英文 擔任全國競選總部榮譽主委 蘇貞昌則擔任進總主委 我這本書就是要用感謝來感謝台灣人民 蘇貞昌出新書 賴清德還特地站台幫忙打書 如果賴蔡蘇黃金鐵三角的組合 能展現面對應戰的決心 而賴清德積極輔選英系立委參選人 傳出賴清德跟英系某重量級要角互動頻繁 並邀請擔任團隊要職 未來全國進總成立之後 蔡總統跟蘇貞昌不同派系的大咖加入 也有助於選情 輔選的位置上是哪一個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非常積極的 無私地來參與這些選舉的奉獻跟活動 賴清德持續緊叮 南白整合進度 一改過往黨內姑娘個性 跟派系要角接觸 寫訴黨內大團結 希望藉著這股關鍵力量 拉台起勢 記者下部下部是《衛倫台北報道》